照片中蓝色香皂中间卡一块白色塑胶片 民众洗澡洗一半洗出惊吓 联想到4月中国媒体报道 有消费者也是使用其他连锁品牌的香皂 结果里面藏有刀片触目惊心 再加上这次经历心有余悸不敢再用 国内知名品牌的香皂当事人都买六块装 用到倒数第二块全新拆封发现异物 找了厂商只是对方客服回应 会请快递收回产品 却没给出后续处理 不要求赔偿 但认为厂商应该更重视 对此香皂业者回应产品制成有严格把关 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 此案正在积极处理 持续跟当事人联系 将产品取回进行了解 香皂是不少人惯用的日常用品 是否藏有义务 消费者无从得知 北市卫生局将展开调查 确保安全无余 三连新闻 刘盛 神万一台北 采放报道